电影学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电影学老师郭厚鹏 今天要跟各位同学分享的是 E-MOS FET之结构特性及资料偏压Part1 Part1是4.6,是在介绍E-MOS FET工作点的设计 我们会由这边来做一些计算 让大家知道工作点是怎么计算的 我先来看一下翻例1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一个N通道 E-MOS FET的分压式 它是用分压式偏压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工作区跟资料工作点 要求这两个地方 那你是知道K值跟VT 如图所示,一样我们一开始先求 代表你等一下的电路 那我们可以知道VG会等于VTH 那我们将它求出来之后 会等于6伏特 然后将它代入 所以这时候VGS会等于VG-VS 然后VG是由蓝色框框所框起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VG是6伏特 然后VS是红色框框所框起来的 是ID乘上RS电阻 然后我们再做一下约分跟化减 因为我们将K跟mini消掉 会得到6减掉ID 但是这个时候记得 因为K被消掉 所以我们记得ID是mini-Amp 它的单位是mini-Amp 那一样我先假设它工作在甲子区 然后再将VGS代入这个公式 那我先看到VGS是蓝色 把它代入之后会等于这样 将K跟VT都代入 那一样我们来做一下基本的运算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公式 那得到这个公式之后再做个基本的化解 然后再将这个公式超过来 我们会得到这里 那我们超过来之后 一样利用数学1元2次方乘4 我们直接将它代入 那我们可以知道A是红色的所以是1 B是紫色的所以是-10 C是中色的所以是正16 那代入之后得到这四支 那我们来做个基本的运算 就可以得到ID是8mini-Amp 或者是2mini-Amp 那如果它是8mini-Amp的时候 我们一样由输出合入方程 是得到这个公式之后代入 我们运算出来 答案是红色的-12 但是我说过VDS不可能是小于0 所以是不合理的 那如果ID是2mini 一样我们来验算一下 那一样代入公式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 算出来的是红色的6V 那它就是合理 那再来我们现在验证一下 刚刚已经假设它在甲子区 那我们现在验证 它真的是不是在甲子区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VGS VGS会等于6-ID 然后代入会等于4V 那这个时候它是大于VT2V 所以S角通道是打开的 那我相信各位同学 这边应该很熟 应该很会验证 VGD等于VGS-VDS 一样代入之后 会等于-2V 所以它是小于VT2V 所以D角通道是夹子的 是夹子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就是在夹子区 就是在夹子区 所以只有工作点 我们刚刚把它抄出来 VDSQ等于6V IDQ等于2mA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集结回收室的偏价电路 一样是要求工作区跟工作点 那如图所示 好现在来看一下VGS 会等于VDD-ID 这刚才已经有列出来了 所以直接将它代入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会等于5-2V的ID 好那记得因为K跟MINI消掉了 所以ID是MINI-A 好那一样我们先假设一下 这个电晶体是工作在夹子区 好那代入这个公式 好 我们就可以再经过基本的运算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样子 好 那得到这样的公式之后呢 好一样 我们就要 使用数学一元二字方程式 来求得解 好 所以这个公式很重要 这一元二字方程式的公式很重要 各位同学一定要记 因为我们解到现在已经用很多字 那我们现在可以知道 红色的A是6 紫色的B是-25 然后C呢是24 代入 然后一样利用数学的基本运算 好 我们可以求得ID是这两个数值 是这两个数值 好那我现在开始做基本运算 跟验证 那如果ID是等于这个数值的时候 一样我们将它代入 好 我们可以知道 VDS是等于负的三分之一伏特 好 但是现在发现 它一样是小于零 不合理 所以我们再求一下 如果ID是等于这个数值的时候 我们一样直接代入 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两伏特 那两伏特就合理 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 集集回收式偏压电路一定工作在夹指区 所以解到此电路 正常可以省略验证的步骤 但是如果有些同学不相信 我们还是可以来验证看看 VGS会等于VDS会等于2伏特 那会大于VT的1伏特 代表X角通道是建立完成的 那VGD会等于VGS 减掉VDS 会等于0伏特 会小于VT的1伏特 代表D角通道未建立 所以果然是工作在夹指区 因此而得到这个证明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以安通道为例 有几个重点例子要跟大家提一下 好 那首先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增强起MOS FET 我们积极回收式 所产生的偏压 VGS会等于VDD减掉IDRD 那因为VDD是最大的电源 所以IDRD再怎么减 它还是会为正值 所以我们VGS算出会为正值 就不适合用在VGS为负的DMOS FET 或者是JFET的身上 所以就不可能用在这两个电竞体身上 所以积极回收式 正常只用在增强起MOS FET 那同理可证 一样如果是DMOS FET 跟JFET的自给偏压式 我们所算出来VGS一定是负的 因为这公司是负的ID乘上RS 一定是负偏压 所以当然也不适合用在VGS为正的 增强起MOS FET的身上 这个请各位同学稍微注意一下 好各位同学 那我们现在增强起MOS FET的资料分析已经交完了 所以你们可以发现 其实它跟JFET 跟DMOS FET的运算方式 其实差不多 最重要的是数学运算 所以请各位同学一定要耐心 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算 谢谢